把資料弄得太複雜,不然你會讓自己有類似 所以這裡啟動表單,第一個 所以把它啟動之後 第二個就是讓人家可以輸入資料 所以輸入什麼呢? 隨便輸入資料都可以 輸入Enter 然後輸入一些資料 Enter Enter 不過我先做一些假的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最後一個沒有輸入 按新增 它一定什麼? 請輸入面試考核 因為它馬上篩選到了 你有一個東西沒輸入 你有一個東西沒輸入不能過 不然有些人真的就是給你不輸入 不輸入你怎麼辦? 你要打電話問他說 你有個成績沒輸入怎麼辦? 我要打成績 如果我是評審的話 你沒成績我怎麼決定 到底怎麼辦? 你就是為了你這個 所以與其這樣 打不如你先不要讓它過 打成績的時候就是不要讓它過關就對了 所以任何系統 游標再放上去 所以基本上的話判斷出等於空的 然後呢 把它清 不用清空 就set focus 然後它一定要輸入 好 可是它如果輸入了120分 有這種成績嗎?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先輸入 它可能是打一個什麼? AAA 或者打一個100分 那怎麼辦呢? 如果按新增 剛剛如果你沒有做房呆的話 那它就一定掛掉 如果你有做房呆機制的話 你按個新增 它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數字 有沒有?它已經過濾到了 那這個怎麼過濾 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講義裡面講的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義裡面往下 就這個 VBA裡面的函數叫 It is Numeric 把textbox 不過我這邊是第四個 所以textbox4裡面的資料 判斷一下 是不是不等於True 不等於True 意思是說 是不是不是一個數字 應該可以 或者你後面可以等於False也可以 不等於True 其實就是等於False 不過邏輯有時候寫不一樣 可能有些同學都看不懂 不過這個邏輯就轉來轉去 不等於True的話 然後呢 因為我習慣的是 反正就順著我們講話的方式 不是一個數字 不是一個數字就是不等於True OK 然後呢 then Meshbox 請輸入數字 一個VV Critical 然後把它清掉 油標放上去 跳離 End Sub End If OK 那我們把這個寫上去之後 按個確定 它一樣清空 然後呢 讓我重新輸入 一定要是一個數字 那可是我如果 第三個是防呆 是 我如果輸入數字 可是有個問題 不是0到100之間的話 那我再按確定 但如果之前沒有防呆 它就過了 可是現在 跳出來什麼 請輸入0到100之間的數字 一樣 油標放上去把它清空 那這個寫法的話 一樣 是在哪裏呢 在下面這個 就是 Test Bar 4 的Test 大於100 或者是它 小於0的話 表示這兩個範圍 都不應該出現的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它清空 油標放上去 離開 所以你會發現 基本上 邏輯判斷 都有固定的寫法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要熟悉的 你只要把這個規則熟悉之後 以後寫VBA 就把它套用就好了嘛 寫來寫去 不就是這樣子 真的啦 再複雜的東西 都是從簡單的開始 很多人為什麼複雜的不會 因為連簡單的不會 更不要說 所以有些人 寫了很複雜的東西 我一看 他基本的寫的那種方式 都錯誤了 他怎麼可能會寫出複雜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很強調 反正你就是把基礎打好 後面你要衍生就會非常簡單 因為你都不會錯了嘛 不會錯後面都通通正確 RVBA程式是這樣啦 他沒有99分的 他一定要100分 也就是你只要寫錯一個小地方 你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去檢查那個錯誤 即便是一個刮虎 像剛剛同學找一個刮虎 找到頭都快暈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計算平均的時候 本來有一個刮虎 然後裡面又有CIND又一個刮虎 然後那個RUN的又一個刮虎 可是如果你前面有刮虎 後面沒有刮虎 或者刮虎的位置錯的話 那也不對 所以也許你可以分階段啦 第一階段OK了 在第二階段 在第三階段 那這個地方我們把規則做完之後的話 那一定就是只能輸入一個正確的成績 他才能夠過關 那這樣子做完之後啦 我想應該也沒有說 這個系統應該如果你可能的房呆都想到的話 那這個系統應該是 非常的 非常的 這個 不太會有什麼出問題的可能性 以前我們寫系統都這樣 所以我以前寫系統就這樣 很多東西不行不行不行 你只能給我照這樣子 所以我的系統可以活10年20年都不會壞掉 而且之後客戶也不會再來找我麻煩了 因為我的系統就是什麼都不行了 那剩下 所以你看我的系統啊 非常非常穩定 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 就是可能出錯的地方 那這樣不是很堅固嗎 而且也很合理啊 也很簡單嘛 反正你照著輸入 就可以輸入進去了 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主要是給各位一些 UX就是使用者界面的一些相關的概念 因為UX也很重要 以前叫UI嘛 User Interface 那你說工程師設計的話就是 以他的角度去出發 不過UX的話 X指的是經驗 是你要從使用者的使用經驗去想 他可能會犯什麼錯誤 那他可能會不要邏輯的錯亂 所以越好的UX就是越簡單 就是越簡單 不用學習 而且也不會出錯 這樣的話他輸入很容易 那也都正確的 自然而然這個整個流程都會很順暢 那請各位也許試一下 最後因為這個蠻瑣碎的啦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呢 變成上面呢 在Comming button E-Click的下面 會有總共十個IF 四個是判斷是否有資料 三個是判斷是不是有 是不是數字 然後三個是判斷是不是0到100之間 所以你會發現 再來才是新增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是把它分兩階段 上面是防呆 下面呢 也就是上面 都是正確的 才能夠跳到新增資料 所以你盡量去想啦 反正我剛剛舉的只是 可能會發生的例子 最顯而易見的三種情況 那還有沒有可能有更多 有非常多 反正使用者什麼情況下都可能發生 但是如果你都把它防堵掉的話 其實我覺得啦 以後幾乎可以不用花時間檢查資料 那這是非常愉快的 而且感覺其實非常幸福的 因為感覺 它就照著 而且你也不用花力氣 去看資料是否正確 而且以後RUN出來的報表 就會是非常 然後如果你要RUN圖 RUN報表 其實都會非常的精確了 沒有錯 你根本會有錯誤 是因為你前面有一個人給你搞鬼 輸入一些不應該輸入 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那變成你 奇怪 為什麼我出來的東西 差距這麼大 那你這時候就頭暈了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麼大的資料裡面 你要去把那個錯誤檢查出來 那個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與其這樣子 倒不如前端先控管好 後面其實就會非常簡單 這個也是我一直強調的 源頭要把關 所以源頭要怎麼把關 就我剛剛講的 請各位在最後這個地方 好 這個是有關 這個表單的一個 初步的介紹 不過這個也已經算是 算表單入門 其實表單能做的事情還非常多 還可以建一個很大的系統都沒問題 像很多企業寫一個進銷程系統 可不可能 絕對有可能 有沒有人這樣做 有 絕對有 像我教這個課程 有些東西 部落格 放網路上 甚至有一個美國的小超市 很小的 他可能賣有機的東西 因為他找不到好的進銷程系統 然後看到我有教這個 他說 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寫這個 我說我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可能幫你推薦還差不多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網路上還蠻多人寫信 問我說可不可以幫他們寫 說我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不過可以幫他們推薦 那對他們來說 他那個系統就完全可以match 而且直接把資料放在Excel裡面 他就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不用說還要放什麼資料庫 還要轉檔 轉出轉入還要幹嘛的不用 全部的資料都在Excel裡面 另外金融業好像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目前其他的軟體要使用還要申請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一些大數據分析的話 你倒不如把Excel學好 至少Excel跟VBA 所以VBA裡面全部都可以了 遇到蠻多學生都是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用SS 不行要額外申請 你要資料庫 不行要什麼都不行 那所以乾脆把Excel這個學好就好了 專精在這裡 其實基本上 就可以變出很多的東西了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房呆的部分也加上去 那這個程式因為很冗長 其實我 因為這邊沒辦法用雲端 其實我在雲端上 是有把整個程式都把它貼上去了 那有時候上課 因為 同學可能比較來不及 打字比較慢的 我就說不然你先從網路上 直接複製先貼 可以RUN再說 不然的話怎麼辦 你都還沒寫完 我就要講後面的 我總不可能說等你寫完我再 我再來往下走 所以 不然就是說如果動作比較慢的 你大概先測試第一個就好了 然後面的也許你之後回去再把它補上 那我會希望說就是 輸入資料之前會多加一個房呆 所以 表單設計的流程 一 先把什麼呢 先把這個表單做出來 表單做出來應該會吧 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 第二個是把它啟動 就是home.show 對不對 那第三個呢 就是針對這個按鈕去寫程式 新增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寫程式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先讓它正常情況下可以輸入 最後的話呢 再加上房呆 那這個表單基本上就OK了 那如果它在做複雜 就是後面的事情了 大概一個基本的表單設計的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而且我已經盡量把它那個流程 SOP 講的算是 算是精簡的 否則以前還有更多啦 也許細部的東西 如果各位有興趣呢 也許可以再 再去針對那個進階的部分 再去做了解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繼續 這個就跳過了 我們就再來就是有關 綜合練習裡面的那個 增減體重百分比的部分 OK 試一下 那剛剛那一題 就是裡面的城市 有個大部分的 我們有一個 提到的 那是 你還會把這次 你快要進來 這次 就是 那是 你還會把這個 然後 那是 你還會把這個 你還會把這個 你還會把這個